三星堆新一轮考古成果的发布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 也吸引了人们对三星堆文明来源及其与域外文明关系问题的思考 四川大学杰出教授、川大博物馆馆长、历史文化学院院长、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霍威 近日在接受中心社东西问独家专访时表示 在三星堆新一轮考古发掘中发现了一件顶尊青铜器 与过去在二号祭祀坑中发现过的小型顶尊贵座人像在形体和造型上都有所不同 而这件国宝级文物很可能记录了古属鲜明像神灵祭祀的场景 新发现的顶尊人像不仅它的形体比较大 而且它下面的台座还有人像本身它的体量也比较大 头上锁顶的尊还有尊的形态跟过去也有很大的不一样 现在的顶尊贵座人像下面的贵座的座是一个方形的台座 台座上面还有非常繁复的花纹 所以表明这肯定是在一个祭祀的场景下面截取了其中的一个画面 进行了这个工匠们的创造 霍威认为三星堆遗址的发现极大拓展了中国青铜时代的文化面貌 但与此同时三星堆遗址的发掘也给学界带来了很多需要解决的问题 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如何正面回答三星堆的来龙去脉 在霍威看来 目前三星堆遗址出土器物有相当一部分没有参照物 所以需要在更大的时空范围内寻找参照体系 我们通过对三星堆的新出土的这些器物的比较 它恰恰给我们提供了一些 以往有可能是在神话传说当中才出现的一些事物 中国古代的神话 那么跟国外的古代神话之间是有区别的 但是他们也有一些共性 举例来说使用权杖 三星堆是发现有黄金制作的权杖 或者说使用杖作为一种礼仪等级的一种表现的话 那其他文明当中也曾经有过发现 那像这些可以说是他们相似的因素 但是相似并不等于一定就是谁传播给谁 而是在一个相同的生产力水平 相同的人类的精神发展的水平上 大家可以独自地创造出一些相似的文化现象 所以进行这样的比较 我们主要的意图就是可以看到 人类的精神世界在远古时代 有哪些相同的思考 在霍威看来 三星堆出土器物群 其独特的表达 让人们看到中国古代先民 不仅创造了代表社会等级秩序 象征国家权力的青铜器物群 同时还有丰富的想象力和宽广视野 他认为需要用正确的方法去观察世界 让民众认知到东西方之间也有过非常相似的共通性 我们从三星堆的出土器物群当中 是完全可以提出来 我们跟世界上古文明是可以对话的 我们的对话同样是关心我们人类的一些终极的问题 所以我觉得从这个层面讲 三星堆带给我们的是非常宝贵的财富 对我们这个民族我们既有规整严谨 有体系有秩序的一个变相 同时我们也有我们夸张浪漫赋予想象 这样的一些我们民族的非常活泼开放的 我们这样的一种精神状态 这个对我们增强我们今天的民族自信 增强我们的文化自信来讲 它也具有现实意义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